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來分享四婆拉寶劍士第二彈 非常感謝各位一路以來的支持 以及投稿想要劍檢的場次 那麼今天需要劍檢的這位朋友 目前的RANK是在S加0左右 那這個X的分數大概是在1400到1700左右 使用的武器今天的場次是這一個雙重清潔槍 那他目前遇到的問題是 他覺得這個力回他有問題 還有這個走位他也有疑問 還有就是比自己手藏的武器 除了會丟魚類其他不知道怎麼樣的因應對策 好,那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這一個場次吧 好,今天要來劍檢的這個場次 是真隔魚虎對戰的增進化海大橋 好,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局的對戰 有什麼地方需要做一個劍檢的呢 好,一開始可以先看到 這邊的武器是斯伯拉射擊槍聯名 然後楓葉射擊槍 然後劍渡槍 還有雙重清潔槍 對面呢是這一個 頂尖射擊槍 然後還有斯伯拉射擊槍 跟雙重清潔槍 還有這個廣域標記槍 那很明顯呢 這個我們之前就特別說過 就是在開局的時候 一定要先看清楚一下自己使用的武器 跟對方使用的武器是怎麼樣 那可以看到呢 這一邊呢 他們這邊選這個觀眾 劍檢的觀眾呢 使用的武器是雙重清潔槍 所以對面呢 能夠與之抗衡的射程距離呢 就是這個 頂射擊槍跟雙重清潔槍 然後基本上呢 以射程來講呢 在正確的這個雙重清潔槍的射程範圍內呢 斯伯拉射擊槍呢 跟廣域標記槍呢 是在我們的這個射程範圍內 所以相對來講這一局呢 應該是相對來說是 在射程上來講 應該是蠻好做一個發揮的 但我們剛可以看到開局喔 這個隊友呢 就是太過前進了喔 一開始破魚呢就先失敗了喔 那這個呢 大家一定要在開局的時候先看清楚 這個漁魔的狀況呢 然後來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破魚 我們再回去看一下剛剛的這個狀況 好 可以看到開局的時候其實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敵人呢 在前線呢 這個漁魔的已經非常大 這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破贏的喔 所以呢 在這個漁火這個狀態下呢 如果你發現你的隊友的動作呢 並沒有跟你同步是到最前線去做破魚的情況呢 這個時候呢 就不一定要冒然下去喔 先把家裡的地板塗好呢 累積好這個SP呢 相對講很重要 好 隊友先倒了一個 好 拿取魚這個先 好 這個呢 比較明顯可以看到現在出現一個問題是 剛剛的這個M呢 是沒有瞄準到這一個魚身上的 我覺得這個視野剛剛有一點高喔 然後再加上呢 這個距離的關係喔 沒有抓到讓這個魚現在是處於可以在這個 小山丘後面喔 沒有停下來的狀態 讓魚做游移 好 現在停下魚 好 被抓到 那剛剛在這裡的這個地理位置呢 再加上敵人這裡有一個這個 聲納喔 那其實現在卡在這個位置其實非常危險 因為基本上有點逃不了 然後也無法發揮出這個射程優勢 所以剛剛的那個情況呢 其實是可以考慮 先直接回到斜坡上方這個地方來喔 好 再度破魚 現在目前倒3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是在搶魚的時候其實也蠻常見 就是會進行到有點像是一個一波流 好 現在隊友又 呃 隊友又再倒一個了 好 目前出現 OK 這個小心 nice 非常好 剛剛那裡其實有一點危險喔 就是 呃 在這個 在前面的時候 大家如果剛剛喔 有復活喔 重生有復活的時候 一定要看一下就是說 現在目前敵人 SP的狀況如何 那有時候像現在這種 他們已經馬上集好SP 尤其是 斯普拉射擊槍 他在這個場地裡面 會使用這個 終極發射喔 是一個非常討厭的東西 他很有可能一集好 馬上看好時機就開出來了喔 所以真的是要非常注意 好 這邊把他收掉沒有問題 好 右下角現在這個 喔 好這個 這個聲納丟的位置是還可以的 丟在掩體附近蠻重要的喔 因為聲納呢 現在應該會有蠻多人習慣 聲納一有就直接開出來丟喔 但是其實最好是丟在掩體後面喔 這樣會比較好 好 nice 這個擊殺 好 魚在左邊 左下 在剛剛這個狀態呢 其實 其實可以考慮喔 剛剛在這個狀態 其實可以考慮到這個高台處喔 由高處喔 去對於這個 魚炮喔 做一個擊殺喔 去看一下 魚炮的位置在哪 因為從這裡 現在所站的這個位置呢 其實不確定敵人的位置在哪 這樣子其實 這樣子在這個 現在這個地方 會不太好發揮喔 好 魚上來了 左邊右邊 卡在角落 啊被魚流進來了 這個就有一點危險了 這個 剛剛這個情況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考慮在剛剛這種不確定的情況 如果你希望你的戰地可以有一個比較良好的射程範圍的話 可以其實可以往後面的那個山坡 就是變成說 因為 呃 雙重機械槍 有射程上的優勢 可以在後排一點 中後排一點 做一個防衛喔 嚴防這個魚 從這個位置喔 剛剛直接上來 抓到一個位置 直接進攻喔 這個 這個 技術應該是會衝不少分的喔 喔nice 好 停在那邊 好 但這邊目前可以看到呢 的狀況呢 是我覺得這位朋友呢 在 呃 可以 目前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戰地的狀況非常不漂亮 在這張漁魔才剛開始 所以 現在其實處於這個位置有一點危險 再加上其實剛剛這個空地呢 其實有敵人一直陸續有上來 所以說呢 我覺得 呃 在鎖敵的部分呢 可能要再加強一下 看一下 確定一下敵人的位置在哪 來選擇你的對戰位置會比較好 兩下 一下 差一下 好下去 可惜 好現在卡在這個位置也是有一點尷尬 兩個過來 因為你看現在目前 這個做法很危險 這裡丟了一個黏蛋喔 欸大家應該看不到這個顏色 等一下我把它刪掉 這裡丟了一個黏蛋 然後這裡也丟了一個黏蛋 然後等於說 這一區敵人 我方兩個人都在這裡 那其實敵人放了黏蛋以後 等那個時間到 他很有可能 其實他敵人是可能可以落上來 所以變成說在斜坡上 如果沒有一個防衛的話就很危險 再加上現在的隊友是倒的 所以變成說只剩這兩個人 在這一個地方 那最後這一個人可能是在上面 可是手又很短 所以以這個編制上來講呢 紅霜呢 應該會是可以在稍微在中後面一點 來做一個防衛 會比較妥當一點喔 來 好最後拿魚 這個黏蛋丟的位置 這個黏蛋丟的位置 非常討厭喔 那再加上 目前喔 剛剛的那個位置呢 沒有抓好 然後因為黏蛋的關係而死掉 這個非常虧喔 這個有點虧 剛剛變成說一直卡在那個位置 腹地不夠大 不太能發揮出來 非常可惜 好對面倒1 好有一個上來 現在這個是頂尖射擊槍喔 那我覺得以雙重金的槍來講 如果真的有想要練他的話 可以考慮練一下Jump Cancel 可以對於頂尖射擊槍有一些壓制喔 好這個啊這個啊這個就沒有辦法 這個剛剛隊友倒了這個沒有辦法 像剛剛這個情況呢 或許其實可以丟一些副武器喔 那目前可以看到呢 這個隊友倒的情況是比較大 所以這時候其實可能可以稍微 稍微這個在生存意識上 可能要稍微抓一下 這個右邊的角落 nice nice這個這個丟的好 好應該 啊糟糕 這個射程距離沒有抓好 nice 倒3倒3 現在基本上現在這是一個很好的很好的機會 現在目前倒3 好倒4現在已經算全倒囉 現在基本上算全倒 現在這個時機點就是一個進攻的大好時機 超好時機喔 不管怎麼樣都要拿魚直接衝囉 好機會來了 不用猶豫了不用猶豫了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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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蠻厲害的喔 看得出來他的擊殺力 這個可能是要手抓的喔 他可能會造成關鍵殺 好剛剛那一波等於全倒了喔 時間還有兩分鐘 好 風機發射開出來 這裡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有人進來有人進來了 剛剛左邊有人進家 欸這個這個 欸等一下啊這個這個有點 這個有一點關鍵喔 剛剛其實已經有一個人溜進家了 這個其實溜進家的那個人可能要抓 因為如果沒有抓到他 你不能確保你的隊友 到底能不能殺掉那個敵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抓掉他的話 很有可能他進行一波大繞背 可能會非常非常危險喔 火魚 好拿到魚好 想要趁機進攻一波 快快快快快快 但是後面 後面好像應該不行 被擋住 這個情況看起來 目前這個局勢看起來 可能拿魚就比較難了 因為隊友倒的速度太快了 這邊其實可以先 刷一個 聲納出來 好聲納有了 啊這個聲納位置放的 這裡有點可惜 這裡有點可惜 應該可以再放高一點 NICE NICE 這個打得好 啊糟糕糟糕這個沒有瞄到 啊NICE NICE NICE 很好 倒2 倒2現在這個機會不錯 NICE NICE 這個好這個好 啊差一下差一下 差一下 剩一個 這個其實 其實剛剛這個時候其實可以考慮喔 剛剛 剛剛倒的是誰 剛剛剩誰了 我們來看一下 倒2 剩斯普拉射擊槍 他已經殘血了 這個時候其實可以考慮直接追擊上去 因為現在已經是3打1的局勢了 直接追擊上去 然後再呼喊隊友 叫隊友過來 這個時候其實可以放一個 這個時候 因為墨量是不足的喔 這個時候我覺得 在這裡的這個位置啊 其實 因為敵人其實他是躲在這個的掩體的後面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在進攻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是在同一個位置上的 我建議這個地方其實 紅霜要嘛就是切到這個點來 或是切到這個點來 就是不要所有的人都是在走同一條路線 因為這樣子的進攻會變成非常單一 你的子彈也會變成非常單一 因為像剛剛這個 呃 因為這波真的有點可惜 這波真的有點可惜 這波應該是蠻關鍵 好 倒2 nice 這個很關鍵 拿魚 啊這個可惜這個可惜 有點黏倒上去 好 這個時候現在有生娜 其實 這個丟的位置就有點可惜了 因為這個生娜如果可以的話呢 是 當然丟這裡其實也很危險 是可以丟剛剛那個斜角 斜角的那個地方喔 就是 丟丟丟丟丟 等一下這邊上去 是可以考慮丟在這個位置上的喔 丟在這個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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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做一個驅趕喔 然後因為現在變成說剛剛 啊剛剛這一點這一點真的有點可惜 因為最後等於是被 被魚魔的那個 水蓮效應喔 防護牆效應 直接被帶走 這有點可惜 剩一分鐘 啊這個飛 這個飛有點危險 這個飛有點危險 以剛剛剩一分鐘的情況來講 飛這裡真的是有點危險 因為那個前線的戰區 等於變成是說 你剛剛落地以後的 的的的的 的進攻跟防守 你基本 基本上會變成是完全都在落跑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有點可惜這個部分喔 這個 這個 斯普拉射擊槍應該要是 手要抓一下 發現他的位置 啊這個飛也是有一點危險 變成卡在角落 好這個時候其實要趕快 再飛回來 對但這個時候飛回來 剛剛如果可以上那個小牆 往後跳的話應該就可以回來了 但是現在變說飛回來 變成說你飛過去飛回來的這兩段時間 造成了你沒有辦法在前線上輔助 那當然隊友現在前線也只剩一個 欸 nice這個很好 21秒抓 左邊啊沒有先發炮 沒有先發炮 啊這個可惜 這一個丟有一點點 nice nice倒二 好開出去 被打到 但是地板有點髒 地板有點髒 啊左邊有人 糟糕這邊 啊這邊不好打 目前呢 我看起來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 呃 我覺得隊友 的輔助 的 呃他們會比較容易送頭 所以其實呢 我覺得在整場上呢 可能會變成說 在這種局 你一定會很常遇到就是 可能隊友倒比較快的情況 這個是你一定會很常會遇到的 那這種時候到底要怎麼辦呢 其實最好的就是 你要輔助你的隊友 盡可能的不要讓他們 太容易單獨 死亡 因為其實 這一個配置 以這個編成跟配置來講啊 手最長的人 就是 你自己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變得說你可能是要 顧及全場 包含 比如說土地板還有 協助索迪跟擊殺這件事情 會變得很重要 那拿魚這件事情呢 可能就會變得是 你可能要確保你方 呃我方的人員數量 是否充足 在進行進攻 可能會比較好 那像剛剛呢 很明顯的這個對方的這個手 擊殺手呢 其實就是死亡的射擊槍了 所以變得說他就變得非常關鍵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剛剛很常可以看到 像他剛剛在最後面的時候 最後面的時候 最後面的時候呢 基本上敵人是躲在下面這個區塊 跟 應該是這邊還有一個 還是這邊有一個吧 對 所以說 變成是 啊有 你看左邊有一隻 然後中間下面也有一隻 那這個時候 你的隊友 他不一定能夠即時的幫到你 所以這個時候 魚就不能太心擠 因為現在擠76到36 其實這個分數還是差蠻多 所以一定要確保 你的前線 在中場的進攻呢 是整組運作是可以一起前進的 可能相對來講 會比較保險一點喔 這邊呢 是有點可惜 隊友雖然說 呃可能在 對槍上沒有那麼強 但是 輔助就變成說 變相的 雙重清潔槍 可能就要加強來做這個輔助囉 我來看一下這邊有沒有看得到 結果 好 可以看到比較明顯可以看到喔 這一邊呢 就是我方這邊的斯普拉射擊槍呢 其實是死的蠻多次 可是同時你也可以看到對方其實也是有一隻死很多次 所以其實雙方 算差不多 可是還有一個 就是喔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牙刷 基本上喔 以這場來看喔 這這這兩隻也就是這個 劍度槍跟這個斯普拉射擊槍已經算是 在場上的時間非常之短了喔 所以說相對來講這一場本來就會比較難打一點了 但是如果呢 剛剛有一些地方呢 可以呃有catch到的話呢 相對來講機會其實還是有 剛剛有一些地方其實是有機會 但是變成說太單一集中在一起走 反而變成是很容易被防守下來擊殺 這個地方就有點可惜 然後再來就是呃 擊殺的m可能鎖敵的部分 還有射程距離部分可能要再抓好 因為剛剛蠻多次死掉幾乎都是沒有抓好射程距離 然後就先被敵人先殺死 這個其實就是蠻蠻可惜 還有包含站位部分就是地圖的走位 就是呃剛剛比較多呢是會卡在小角落 變成是要跑不好跑 那沒有辦法有一個有效的射程範圍的距離 所以這個地方呢 可能是還要再注意一下 這邊呢 應該就可以比較容易打出去 但是當然呢 以這個場次來看 這一場就是非常之難打 沒有錯 因為這邊有兩個隊友的這個死亡數 似乎是真的是有點太高了 那也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確實是對方的這個斯伯拉射擊槍 擁有擊殺數比較高 那這個擊殺數高呢 就變成是說他在場上的鎖敵等的力 就會比較強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發現隊友真的倒的比較快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意識的輔助你的隊友去進行擊殺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好 那這一邊呢 這一個場次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希望呢 這個今天的復盤呢 可以讓這位朋友 GETS這位朋友呢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關於地圖上的這個射程 還有這個站位的位置 該怎麼走會比較好 那以這張圖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這張圖的左邊跟右邊 非常重要 我們回去看一下 這一張地圖的 左側右側兩側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兩塊地 還有另外一邊的這塊地 非常重要一定要突起來 然後你要在進攻的同時呢 其實這一個小方塊 你作為守長的這個小方塊其實蠻好用 就另外一邊也會有一個小方塊 也是非常好用的喔 所以 呃再來 我覺得這一個場地呢 今天這一場呢 因為圖地量 相對來講也沒有比較 也沒有也是比較低 幾乎都是被敵人站走 所以這一個場次的難度 確實是比較高的 好的 所以說 希望 畢竟呢 隊友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苛求 隊友可以幫我們多圖一點地 所以盡可能的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做到就好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呢 不完全 算是自己有太強大的失誤 這邊的編程上呢 是確實是有比較難打一點 所以 也不用太放在心上 那後面呢 如果我們還要吸收到 不一樣的場次的話呢 我們會再繼續分享給各位 那今天呢 這一場呢在真經跨海大橋的 魚虎模式的這個 斯普拉寶劍士呢 就到這裡先告一個段落啦 那如果大家呢 有興趣想要進行投稿來復盤的話呢 我們在說明欄呢 都有提供我們的這個mail 你只要將你的這個段位 然後還有你的對戰編碼 還有你現在目前遇到的問題 你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一併附帶給我們 我們就會安排時間來進行復盤 好的 那今天的斯普拉寶劍士呢 第二弹 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幫我們點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 你的心得 斯普拉寶劍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